习近平日前与普丁签述了一份深化关系的联合声明 美军最高将领密利表示 这是美国首次同时面对两个永和大国的威胁 而这两个国家在国家安全利益上都在与美国竞争 如果同时开战将会非常艰难 密利指出国防部为2024财政年度提出842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要求 将帮助确保美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杀伤力而且最有能力的军队 密利强调 唯有做好面对战争的充足准备以及军事现代化 才能恶阻侵略 与此同时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报告 认为美中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冷战 其中一位作者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这场冷战不同于上一场 中共是一个比苏联在全力巅峰时更具能力更危险的对手 报告中提出了多达100项建议 包括拒绝向中共提供国防部资助 取消在美国境内的中共警察站 禁止像TikTok这样的中共应用程式 并对中共在美国土地购买 实施更严格的控制等等 另一方面 习近平在中共人大最高政治咨询机构 年度会议上的四度谈话中 皆围绕在战备上 他提到西方国家带来的挑战 并希望减少对于进口的依赖 加强国防建设及战事后备 最后宣布他复兴运动的本质是祖国统一 这些言论引发外界的担忧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韩耀峰综合报道